中国之前他非常郑重的宣布 在7月1号的时候 他的国安执行法即将上落 他在上落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如果要进到了中国 他对你开始有怀疑的时候 他可以叫你把手机交出来 他会验证你所有的资料 我们台湾的政府也马上 把中国香港跟澳门 列为一个陈设警戒的区域 当时很多台湾人讲 有这么严重吗 你根本就是在破坏两岸的关系 但现在看起来 如果你真的要到中国 现在你真的要跟中国打交道 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最惊讶的是 我们澎湖籍的一个渔船 到了金门附近 这个我们讲的 岳数已经讲了 这个是一个过去我们传统的渔船 这个过去我们都在这边打捞 没有想到中国说翻脸就翻脸 中国说这里禁止捕鱼就禁止捕鱼 他说抓人就抓人 完全不给你任何讨价还价讨人的空间 那只有这样吗 没有 现在也有的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 你现在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他真的觉得你有问题 他看你不顺眼的时候 真的叫你把手机给交出来 而且他真的去验证 你手机里面所有的内容 我刚才讲 这个在全世界都不可能相信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竟然在中国 在香港 在澳门 它竟然发生了 而且我们看到 香港 过去虽然它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可是它是全世界最开放 最自由的一个地方 可是现在 大家都认为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举报制度 你可以想象 中国香港的双城巴士上面 建议及报 它居然要求香港人或这边所有的人 你如果看到可疑分子 就像我们小时候听到匪谍就在你身边 要检举匪谍 人人有责 这种的状况 竟然在香港发生 一个全世界最自由 最开放的地方 竟然要人人来抓匪谍 这是你完全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 现在全世界真的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你看到现在连Kindle都要离开中国 你现在看到很多全世界的大企业 也要一个一个的离开 你现在感觉到中国现在锁国 现在中国锁国是 现在中国离世界越来越远 而世界也要慢慢离中国而去 这两天我们看到 我们彭湖界的渔船 到了一个过去 我们认为在金门附近 本来认为说 这是我们补这个所谓小卷的一个地方 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 你跟我讲说 原来7月1号以后 中国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开始锁人了 开始大追捕了 中国开始刚刚讲的 他开始不顺眼就抓人 对 没错 从7月1号开始来说 你去中国香港或是澳门这些地方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 大抓捕时代 大抓捕 因为他们的国安自行法 这个实施之后 我可以随时拘捕你 我可以随时看你的手机 我可以随时认为你有嫌疑的话 我都可以把你滞留的一个状况 不是 我当时本来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有可能吗 就今天日本的媒体讲 真的有日本人跑到了香港 然后看他不顺眼 真的要把手机交出来 然后真的去查这手机 对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澳湖的渔船被抓 那你觉得会不会意外 不意外 因为中国现在就是大抓捕 你只要稍微越界 这样 我不用客气 我就直接把你抓起来 没得讨论的空间 譬如说你现在去这个中国任何地方来说 你看手机 你看他是说国安 实行法公布之后 你看他现在机场里面已经有这一个了 公安机关检查手机内爆孔音频视频图片 请出示手机予以配合 谢谢配合 所以你就要这样子 公安机关可以任何查 所以说这个是进到中国海关 就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板子 这么大的板子去告诉你说 公安机关检查手机里面的视频跟图片 请你配合 对 又有爆孔这些行为的 我就要看一下这个状况 那你随他的定义 所以基本上来说他认为你有嫌疑 他就直接看你 他们也不用客气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谁敢去啊 当然啊 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去嘛 另外一个香港也是一样 从香港就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日本记者 这个原本要报道这个香港回归 27周年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他去了之后发现 香港跟他过去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 保险那香港现在到处都看到这四个字叫 简疑即爆 简单的说就是小心匪谍在你身边 那是感觉 整个香港到处都贴满了这个字眼 我们小时候叫做检举匪谍 人人有责 对 现在在香港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从香港出现这样的状况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最高赏金是高达1650万日币 然后香港居民呢 已经举报了28000次香港的市民了 举报28000次了 对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香港已经有点陷入一种恐怖的这个氛围 还有你入境中国的时候你可能手机什么 隐私都要被看光光都不用讲 那我就说中国进入大抓捕时代之后呢 只会把世界推得越来越远 只会进入一个更加锁国的这个局面 我们刚才讲就有一个台湾的旅客 他过去是记者他已经离开的位置 他到了中国去 他说我现在要求你看手机 他说没办法 我怎么可以让你看手机 他就被罚钱了 这个故事真的有点离奇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6月26号的时候 这个台湾有一个X先生 他去这个香港这个地方 然后他在尖沙嘴 他在咖啡店外面 他在咖啡店外面抽烟 抽烟抽烟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烟熄了 烟熄了之后呢 就没想到过了几分钟之后 有两名这个自称是香港环保局的人员 就跟他讲 而且开头就直接讲 比如说刘宝洁 就直接叫做那边 刘先生 他吓了一跳 然后他就说 你跟我到外面去聊聊 然后这个环保局的人 你就跟他说 你要乱丢烟蒂 说要查手机 那你不给检查的话 就要开3000块港币的这个罚单 择二形态币是一万两千多块 然后这个X先生当然说 没有我很确定 我没有乱丢啊 他这个有一个这个烟灰缸 我把它弄在那里面 放在烟灰缸 这绝对不是这样 你说这个店家外面 有一个吸烟区 我在这个吸烟区 而且我抽完以后 我是放到店家设置的烟灰缸里面的 对 刚才他就说 没有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你的这个护照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他就指着烟灰缸说 我抽的是这包烟 那看我的烟地是这样子 这里面没有我这种烟地啊 那地板上面应该没有类似的啊 他们还是不信 还是要看我的手机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要看你的手机啦 反正就是说 你没有乱丢 他还是一样就开单 开单来说 后来就上了这个警车 因为他不愿意嘛 不愿意后来就上了警车 他不是环保局吗 对 没错 那环保局的人怎么会上警车 对 没错 那后来手机就让他们看 他们就决定要开这张罚单 所以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还是让开这张罚单给你 不是 这个他不可思议 我6月26号我在煎沙嘴 我在咖啡店的外面抽烟 抽完烟进去以后 5到10分钟就有人进来 他居然知道我姓什么 他知道我的工作 他知道我是台湾人 对 因为他是从台湾离此 好几个月的记者 所以可能呢 他原本就被盯上 他这个知道说 他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香港耶 他要来看看你的手机的这个状况 那他很吓 吓到一跳 结果他就请他的这个 他们的相关人员 他们有朋友嘛 赶快录起来这个相关的画面 他说真的 这整个画面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恐 没有想到香港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中国讲的 7月1号开始 中国国安部要实施 两个部门的规账 反正就是国安人员 可以按照他防范匪谍 防范间谍 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 我随时可以查你的电子设备 这个电子设备代表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可以随时查验 虽然中国有说不会查无关人员 更不会查普通入境人员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名记者 他就是很简单 是一个无关人员 他就被查 所以这个所谓的大抓捕 或是那种恐怖的气氛 真的笼罩在 目前你要入境中国的任何地方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所以刚刚讲的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气氛 就出现刚刚讲 中国进入了一个大抓捕的时代 但另外一方面 现在全世界的企业 都有一个大逃离的一个现象 刚刚讲的 像Microsoft 它现在要离开了 Amazon也要离开了 刚刚讲的 很多美日企业 包括什么 包括伊士丹百货 也要离开中国了 我姐问你 如果你很重视 你的这个个人隐私的话 你会愿意去中国吗 我当不行啊 对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了 所以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 他们这种非常重视个人隐私的 他们只有一件 一个事情 好 对 让 让杠就对了 论好 所以事实上现在你看 Kindle Kindle原本的 这个亚马逊 他在那边也是 很努力发展的电子书 他现在就跟你说 我们现在已经 不用相关的服务了 我们即日起 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要管制太多 然后我相关人员 我也不敢去 中国跟你做生意 我可能会被查 而且你可能一进去 搞不好 他就看你是美国 我也就跟你看 他讲不是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要查 搞不好电脑 有我的营业机密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那些公司 就不愿意去了 比如说像伊斯丹也是 伊斯丹原本来在上海 梅隆镇这个地方 是他们第一个店 就没想到 因为这个营运不好之后 他也慢慢离开 甚至连微软也是一样 微软把他这个 在中国相关研究室的 相关人员都完全撤走 撤走去哪里 他们现在撤到全世界 反正不要留在 中国就好了一个状况 而且中国这样 这个大抓捕 连他的军方都没有放过 而且这个军方的欣喜 还在进行 最近刚刚讲的 中国有一个梗塑 就是无人生还 包括李尚富 包括秦刚 包括魏凤和 包括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 然后他们就开始整理 你知道吗 太夸张是 把中国的将军 是有颗星星在上面的 把中国这几年来 消失不见的将军 他们已经可以排成一个连了 对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几年的抓捕 到底多夸张 你看无人生还 保久我问你 你现在李尚富人怎么样 不知道 现在这个秦刚怎么样 不知道 对所以他们两个都不知道 那你更不用讲 魏凤和李玉超 目前为止怎么样 所以就说你看 这么多人都被抓 所以最近为什么 有什么火箭军 火箭这个试车之后 突然 突然射出去 然后爆炸了这个状况 然后很多状况发生 就是因为你抓捕了那么多人 造成了一个反效果 所以刚才讲到 可以一个连的将军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种多少个 中国的星星 就掉落了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 就是日本媒体去报道 因为这是香港回归的27年 27年的时候 我想去看看 就发现香港真的完全变了 你看到很多红衣的人 你看到上面全部都是 建议其报 上面都是你鼓励 举报的宣传 还有什么 你不是只有在公交车上面 刚刚讲的 你现在连你的海报 还有 你现在看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 你在走着走着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就会一直跟着你 一直跟着你 然后一直盯着你 而且现在香港已经被染红了 为什么被染红了 你可以看到过去香港这个 自由自都 然后这个言论自由 或是各式各样气氛很自由 可是不是 现在保洁你看 现在香港街头出现非常多这种红衣人 那种红衣人 他们就会在广场 然后在什么地方 宣扬说我们爱中国爱祖国 然后挥舞的这个五星旗 这样一个状况 在香港的很多重要聚会据典 都看到这么多人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 你看这个重要据典 回归的庆祝场 好 那你这样 那个就是那个日本的记者 本来他去采访 香港回归27周年 可是他看到的样貌 跟他想象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过去香港来说 我们看到这双层巴士 红色的双层巴士 现在没有 现在双层电车 现在不是 现在双层电车上面来说 都变成这种建议急爆 就是现在全部都在 这个叫你说 你要看到有嫌疑的人 赶快举报他们的一个状况 而且不是一辆车 对 是所有车都这样 每辆车都这样 好 那除了你看 这是刚刚那样 广告招牌都是 到处都是广告 你看这个平面广告 平面的这个墙上面来说 建筑物的墙上面来说 全部都是建议急爆 建议急爆 你看又是建议急爆 所以就怎么讲 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香港的恐怖气氛 我觉得是真的 我们很难以想象 所以刚才讲说现在 举报的人数 已经超过两万八千人了 对 而且这个气氛来说 真的是相当恐怖 为什么相当恐怖 保险 香港有一个民主派的 这个主席叫做陈宝英 你看他街头上演讲 对 街头上演讲 这在台湾也在 这个正常不过了 可是你要多恐怖吗 旁边有非常多人 在跟他收证 你看除了他在旁边 他在讲话的时候 旁边有这两个人 你看这个全程 就直播这样 就在录影 录影他的影 录影之后你看 这个还有便衣警察 在这个在中间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人贴 这个很显然 就是警察的一部分 对 他也在那边 戴着一个耳麦 戴着一个耳麦在那边 然后甚至在车上 远端的车上 还有人在见识着他 所以他就说 他其实这几年 他只要一公开演讲的时候 全部都被监控了一个状况 而且他说 现在也不可能 有什么公开的 什么集会游行 都没办法通过了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去问了 一个香港的市民 他说你觉得香港 现在还有言论自由吗 他说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现在香港市民 完全都是已经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甚至连很多的 这个所谓记者 现在完全都不敢 报道出事实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整个香港来说的话 已经进入了 所谓的倒退到 红色的 这个恐怖的 这个时代 我觉得香港的 这个状况来说 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的忧心 你刚才提到说 现在中国 不但是锁国 不但是开始大捉捕 不但是把一个香港 原来全世界最自由 最开放的社会 竟然现在是一个举报之都 更可怕的是 全世界都对中国 筑起了高墙 这个高墙 有实质的高墙 还有关税的高墙 也就是大家 不但离中国越来越远 而且开始 楚河汉界 禁卫分明了 是 也就是 残无高水没劳了 残无高水没劳了 但是你知道 最夸张的一件事情 这禁卫分明的 其中的第一个发起 第一号是谁呢 开低枪的 对 这也是北韩 而且北韩不是说 只是口口声声讲 它是实体上 竹起高墙 它那时候是在COVID的时候 2019年 2020年的时候 它说什么 它说要因我们疫情的关系 你说这个是中朝边界 对 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这个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现在 都已经有铁丝网了 我跟你讲 它在2019年的时候 在压绿江跟新益州 这个部分 开始弄围栏 然后呢 已经有124个边界 弄成一个点 在2020年的时候 继续加码 竟然在压力 将来这个 造成了2307个 边境的一个设备 要干什么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防人家COVID进来 什么什么 成一大堆 结果现在 人家的卫星一早发去 你竟然从2019年 到2023年 北韩 因为所谓的疫情关系 建造了482公里的新围来 不是 而且你想说 那是因为COVID COVID现在已经没了 对 那你还在啊 你还在 而且还越来越多 而且 不是 而且你不但在 刚刚讲到 你现在那些铁丝袄 不但还在 那些围墙还不但还在 你还增加了很多监视的少数 是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它一样 要跟中国近未分明嘛 代表着它没有要跟你 咳咳人嘛 所以这才是一个 重招的关键点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主席这个高墙 应该讲的 这是实际的高墙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一个 关税的高墙 而关税的高墙 一开始本来讲是美国 美国拜登跟你讲的 你的电动车 我给你磕百分之半 你现在这个电池 你磕重墙 就搞了半天 现在美国开第一枪之后 欧盟跟进了 欧盟跟进之后 巴西跟进了 巴西跟进之后 印尼也跟进了 很多本来跟中国 非常交好的东南亚国家 现在也竟然 对中国都筑起 那个关税的高墙了 是 为什么 因为印尼其实 它大概 它整个制造业里面 有6%多是靠所谓的纺织业 所以纺织业 在它的印尼里面 是养活了非常多人 结果它发现不对劲 中国这过去这一两年 竟然不断的 把它们的低价产品 低价的纺织品 全面销售到全世界 你知道 我印尼以前 也是靠纺织 那个行销全世界 你现在把我原本的 国外的市场 一一蚕食侵吞之后 你现在大局 还销售到我印尼本国 所以现在印尼 自己国家里面 它现在事情大掉 它现在那个印尼的部长 它就说 不是 你现在连我自己 印尼国家里面 冲刺着你们中国 廉价的纺织品 它说导致你知道 它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1家纺织厂 已经倒闭了 面临即将倒闭的 有31家的纺织厂 所以他们现在 跟这个部长直接讲 它说美国都可以 这样子印起来 我们也要这样 跟着印起来 它说这个陶瓷跟服装的 关税要200% 它竟然要跟进美国 对中国行销到 印尼的这个部分 的陶瓷跟关税200% 那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要逼 跟你逼一名 而且中国这个请销 现在感觉上 是进入到了一个死活龙 进到了一个死结 因为中国这么请销 它也是卖一件赔一件 那卖一件赔一件 你干嘛还要做 是因为 我不卖 它这些货都没有价值 我不卖 我真的就没有钱了 现在看到了中国 非常可怕的是 有一条新闻 在上海 上海已经是全世界 全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它没有钱到什么程度 它居然叫寺庙捐钱了 对宝洁哥是看着那样难过 现在没想到 连我们的佛祖都被割韭菜了 现在上海竟然有一个讯息传出来 而且是在整个中国的炸锅了 它说了 它们已经没有钱到 它们必须要跟它们自己 辖区内的寺庙 登圣金嘛 要去周转这些香油钱 它说你现在看到 四安市贡献最大 它们贡献了48亿的香油钱 给这个上海的地方政府 它们就心里想说 天哪一个金安市 竟然有 可以周转到这么多的现金 因为现在就发现说 整个中国尤其是上海 这些辖区里面的寺庙里面 总共就登圣金 借他们上海的一个市政府开始 就是现金大概有100亿人民币 那现在人家就想说说 你竟然连你自己本身正常的一个办公 一个支出都没有钱 要跟这些寺庙去抓这些香油钱 变成是我救命的钱 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有多麻烦 所以网易当时就有一篇文章 就是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 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们真的没钱了 后来才讲 我跟静安市 龙华市 玉佛市 东陵市 宝华市 碧云静院 盘龙安 洪福市 我要临时借款 100亿人民币的香火钱 作为短期周转 只有我刚才讲 虽然后来这次文章下掉 还说陈姐说我们对不起 可是妙得是当时这篇文章 很多人在转载 大家都觉得这是真的了 是而且你知道宝洁哥 你刚刚你看到那个柱状图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最高的那个是哪里 上海 上海是最有钱的 如果连上海最有钱的 他都必须要跟寺庙等很近 那我问你 其他的那些地方政府 不是全部都完蛋了吗 所以现在其他地方政府说 哎呦这招有用哦 那我也要开始 去跟自己辖区那个歌酒站 开始把佛庙 寺庙这些香油钱 全部说哎呀我们有难 那个真的 佛祖是不是也要救我们一命 也要开始把这只手 跟佛祖开始建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地方的经济 跟他的房地产 可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刚才讲 以前讲说一个房子很惨 腰战 他说现在不是腰战 而且不是在其他地方哦 是在北京 天子脚下的北京 他说现在的北京的房价 已经不是腰战 是膝盖战 战到膝盖了 真的是展告膝盖 而且这个人呢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我跟你讲 我买这个小区哦 以前啊在2012 我是2022 2023年 也就是那个在COVID-19的时候买的 我那时候买啊 大概70万人民币左右 我想说天哪 我赚到 你知道为什么 在2017年 这个同样的小区 这个被增加为什么 天津半岛这个区 哎 在2017年的时候 一套是要160万人民币 我现在COVID-19的时候 我用70万 我是不是赚到 就赚到啊 就现在发现39万 所以就想说 160万 2017年到现在 竟然40万不到 到了39万 真的是腰战之后 就变成是膝盖战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说膝盖战 所以那个人就抛出来说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来当我的邻居 好 雨萱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现在不是说 美国对中国科高关税 现在不是欧盟 对中国科高关税 大家非常意外 这是连印尼都科高关税 现在难道 这些东南亚国家都反了吗 我们现在同一个数字发现 原来台湾这几年来 最大投资在哪里 居然是在东南亚 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银行 最大的放款到哪里 也是到了东南亚 而且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这几年来 跟东南亚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 我们在里面有大量的投资 我们大量投资 我们把技术进去了 机具进去了 更可怕的是 这里需要很多的人才 结果他们刚才讲 我们现在在越南 马来西亚 我们就把很多人 干嘛 送到台湾来训练 在中国跟东南亚 这个叫做黄金交叉 为什么因为我们讲 钱是最敏感的动物 钱能往哪边跑 你就知道现在 哪里正在形成发展 整个东南亚会是 未来半导体产业 一个非常的重镇 跟未来 比如说我们就举例来讲 各位你知道 现在全球封测半导体 大家讲说台湾 绝对是No.1 这个没话讲 那第二名第三名 可能是韩国 可能是中国 但你知道第四名 竟然是谁吗 竟然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现在的封测 包括而且是先进封装 他们很努力 整个国家配合政策 包括我们讲的台湾 许多的台积电工业电工业 通通跑来马来西亚去 但更可怕的来了 更可怕的国家是谁 越南 你知道什么 越南做的叫做IC设计 整个IC设计 像越南最近 他们是不是才派了代表 跟台积电的 我们讲的这种 副总经理 副董事长 界面而已 他们讨论是什么 因为整个IC设计代表 未来越南的产业 可能会生产出 非常多的商用晶片 甚至是先进晶片 甚至是什么 代表他的科技产业 会蓬勃发展 因为这跟代工产业 完全不一样 这是全新的故事 所以现在你仔细看 整个台湾 不只是我们讲的钱 不只是我们讲的产业 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从东南亚挖人 而且我觉得最惊讶的是 日本经济新闻就讲了 他说台湾 我们要找半导体人才 我们现在就讲的 台湾现在越来越少者 我们台湾的人越来越不够 那台湾如果不够的话 我怎么去 撑起这个半导体的亡国 他居然讲 我们现在就是跟东南亚合作 而且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小时候 就是明星工作 后来变成了明星科技大学 而这个明星科技大学 刚刚讲 居然有小台积电的支撑 里面居然有很多 我们不是在那边有 东南亚很多设厂吗 设厂我们不需要很多人吗 很多人以后 我们就把当地 找很多的学生 送回台湾训练 很多居然就跑到了 明星科技大学 就明星科技大学 为什么他先做到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 你仔细看一下 明星科大的Google地图 它是位在哪里 刚好是在新竹 刚好就是在竹科园区附近 对 所以他具有地利之变 你知道他们做了 多么前瞻性的想法 而且刚想 他的明星科技大学 有一个半导体学院 半导体学院 两千三百个学生里面 七百个来自越南 保安哥不只是这样 你说两千三百七百 他们还有什么 他们有岳飞专班 你知道什么叫岳飞专班吗 就是这些人来 我就是让他们学习半导体 学习半导体之后呢 我都已经把他们设计规划好了 比如说学费我就不用了 那对不对 那我接下来帮你补贴 然后希望你未来直接学成之后 落地就在我们的竹科这边进行工作 而且这个七百人里面 他们除了说都是邀请什么 你不要以为说是什么什么 阿萨布鲁的越南 不是 他们说会来到台湾读书 保安哥你告诉我什么吗 都是家境好的 甚至条件好的 你才有办法出国念书 跟我们以前台湾说要去留美 去留欧 是一样的道理 保安哥你要仔细看 我们刚才这个影片下方 他终于写了一个重点 他说什么 从IC设计封装测试 半导体晶片什么 那叫一条龙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东南亚 所有人管理什么的 反正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 因为台湾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你全部能够塞的 能够学的 能够压的 我都找 但这时候第二个问题出现 如果他要归果什么 不好意思 连这个问题 我们聪明的半导体产业想到 特别是联发科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我直接在你那边设分部 你知道设分部有什么概念吗 我让你来学完之后 你就直接回国去 而且在你的当地使用 我们分部所设置的 把你的工作准备好 所以你可以享有 你在原本国家的射精地位 与此同时 你又可以被我们台湾训练成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人才吗 那不就跟以前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一样 也就是你的技术来自台湾 你的资金来自台湾 你的产业来自台湾 那你跟台湾就有一个 非常紧密的连结了 对 所以你现在仔细看看 越南的发展 非常奇妙 因为联巴科做到非常到位 联巴科现在在越南的设置 所谓的分部 你知道吗 他们有49% 这个叫做行动处理器 现在占市占率的49% 所以他们现在目标推广是什么 我这边做IC设计 那我包括我们是不是 晶片厂商现场都有 而且你要知道 他所推出来的一个晶片 跟他的成果 在整个全球的市占率 已经逐步推升 好 听位 过去日本在经营所谓的 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 而且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南境基地 很多刚才讲的 我的物资混合的资源 是从台湾开始往 整个东南亚去扩散的 当然这个现在 居然成行了一个 半导体的南境基地吗 对 我们曾经有遇到一个 在胡志明附近的一个台商 他都告诉我们说 他曾经这个公司 要招募400个台籍干部 结果到最后 台湾的学生毕业的 要去那边工作的 只有两位而已 其他的 基本上300多名来讲的话 他找不到任何干部 怎么办 只能就地找 你知道日本在做一件事情 日本在河内 在附近搞一个日月大学 那日月大学干嘛 日本在河内搞大学 是 然后他把这个 日本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等等的 一流教授呢 他们在暑假寒假的时候 可以就到这所大学里面 去认教 认教在干嘛 培训越南人 越南人培完 培训完之后 直接进入到日本企业工作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整个这个东北亚 比如说韩国 日本 他们在前进东南亚的时候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 栽培自己的干部 那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你知道越南 他们不敢去中国学中文 因为到中国学中文之后 他们就会被渗透 会被收买 或是成为未来的间谍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到台湾来 越南人完全不相信中国 不相信中国 所以他们会到台湾来学中文 然后顺便来什么 学半导体 我记得曾经在2016年左右 我到越南去交流的时候 有一个他们的总理府 专门在负责 他们的经济政策规划的 一个智库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想要发展越南的未来的农业 什么东西 讲一大堆六项 六项讲完之后 他说他们也要做AI 所以他们也要做AI 你们没有半导体 你们要做AI 要做什么 越南现在真的很好笑 因为我们知道连发科 已经到了越南了 他现在还跟我们的台积电招手说 台积电来了越南吧 是啊 所以可以讲一下一件事情 东南亚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是有野心的 即便是说 有野心 有野心的 即便说他们基本上的基础设施不足 但是怎么办呢 只能招商引资 开放他们的市场 让台湾让东北亚的 像日本韩国 能够大举进入到这些地方 只有台湾能去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台湾基本上 可以帮忙他们培养人才 至少现在台湾也在帮日本 重建这个半导体的市场 雄本的人来台湾 韩国当然来讲的话 变成是我们的竞争者 然后现在在东南亚国家来讲的话 你跟台湾合作 未来他们能够发展AI 发展半导体来讲的话 就是对他们是一个加分的做法 所以现在我不意外 因为基本上会有大量大量的东南亚的学生 未来到台湾来学习半导体的技术 或者是学习中文 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基本 既定的国策 而且你刚才讲那个日月大学 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学校 刚才安倍晋三去过 连日本天皇都去了 是啊 那个日月大学 曾经在成立的时候 是在2016年的左右 我特别去到那边来问 这个日本驻河内大使馆 他们说你有需要的话 我带你过去看看 结果后来当然我是没有时间去 但是至少他们做一件事情 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他们就开设什么样的戏 然后开设什么样的研究所 然后让这些越南人能够来读 读完之后直接就近的 在越南的所有日本企业可以工作 所以这个基本上 他们有他们的经营策略 但是台湾虽然在当然很多大学区 要整合跟这个越南大学合作 不过呢 你如果把越南学生 能够让到台湾 同时也可以解决扫子化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让越南来讲的话 成为台湾另外一个副地 也不要忘了 美国的这个雷蒙多 就是商务部长 他曾经到东南亚跑过一遍 特别是去哪里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这些国家就是美国 他说未来也在发展 半导体的重要的基地 所以我们不意外 这个这些国家 他们未来是成为民地之星 好 所以士忠 你常常去的东南 你最近才从柬埔寨过来 我们本来想到 之前不是南向政策 现在这个南向政策 竟然因为半导体 因为中美对抗 因为台湾的外流 真的已经开花结果了 应该这样说 就是中国目前为止 已经被美国封锁 所以你在中国的所有的 过去可能你要生产到 全世界的什么手机 伺服器 还有消费性电子 你势必要把生产基地往南移 那为什么会到越南去 因为越南现在有 非常完整的下游供应链 你知道我去越南的时候 越南人是说什么 他说我们除了不会做晶片之外 我们什么也都会做 什么从连接器来 一直到什么很下游 他都会 他都会 虽然就是没有上游 所以他会做伺服器 对 他会做 那这个马来西亚 我们台湾也很多厂商 到马来西亚去设厂 所以现在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有了 他们本身的组装业者 所以为什么我们联发科 要去布局 就是他本身也是个大市场 过去在中国萌芽的那些品牌 未来可能在越南 在东南亚也会出现 所以这就是台湾先去卡位住 这个一个机会 一个机缘 再加上说其实 我们台湾的确生产基地 我们需要很多人 那人在什么地方最多 还是东南亚比较多 或是印度比较多 台商终究还是要从中国移到 东南亚移到印度去 我觉得这是个大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这两天当然全世界都关注 那个贝罗台风 贝罗飓风现在对加勒比喊 这些岛国造的影响 还有但是对中国来讲 现在大家也注意到 整个长江的流域 是不是红风又来了 红风会不会对这个地方 造成极大的伤害 你现在看到了 你现在看到是湖北一个商场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水起泄而下 你刚才讲到 所有人 这些人居然被冲进来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在湖北 湖北这几天突然下着这个暴雨 而且暴雨相当的激烈 你如果看这个影片来说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人先往下跑 一个人先往下跑的时候 后来紧接而来的话 就很多人从这个车道上面滑下来 报警这是车道 这不是滑水道 他们就整个很多人这样滑下来 那为什么要滑下来 因为原本他们在 这个停车场的入口 他们在那边逐堤防 要防止这个水进来 就没想到水太大之后 冲过堤防之后 他们全部人被往下冲了一个状况 本来想挡水的 本来想挡水 挡不住 然后现在全部人都被冲下来 这里面很多是 这栋大楼的保全人员 保安人员 甚至还有很多这个地方的相关的 来帮忙的人 全部都被冲下来 所以你看到的是人 旁边有很多的沙包 就等于说我在堆沙包的过程里面 人跟沙包都被冲下来了 因为水这个涨得太急的时候 他们完全被冲下来的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这个洪水真的来得非常猛 那突然下暴雨之后 你看 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在这个 这个咸宁市这个地方来说 你看降了暴雨 三个小时内降到114毫米 你看整个全市啊 都已经被泡在水里 保安人员 你仔细看哦 这是砍棒的 他现在一楼 讲明是一楼都被 一楼没了 一楼都被淹了 那一楼被淹的话 你看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只能出动那种救济艇啊 现在完全呢 已经升到1.5米左右 这真的是非常高 这个几乎是已经可以灭顶的人员 你看 每一个人都已经当成是游泳池 在游泳的这个状况 那这是这个 你看这个整个停车场里面的时候 这种很多校车什么的 完全都被泡在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情形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湖北 湖北这个地方来说 完全都是这个大水 这个在冲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在湖北已经看不到任何道路了 是 每个道路都变成水池了 对 目前为止来说 都是黄沉沉的一片 都变成是 完全被淹在这个暴雨之中 那我就讲 事实上这搞不好呢 就会变成是 你看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目前为止的这个 这个天气气象图 你看 在湖北这个地方看 还是有一大团的这个云雨 待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 湖北湖南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可能今年呢 长江接下来的话 会不会有又有什么 水又有这个洪峰的问题 可能大家又要关注了 而且 你打不打不打不打 现在这张照片 现在干嘛 他们干嘛 赶快动用卡车 动用卡车以后 把它装满石头 我现在干嘛 要堵住这样的洪峰 因为在湖南越洋市的 蜜罗市里面 暴雨徐迹 它的河流 根本都溃堤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宝洁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 有人拍到这个画面 就说 我们怎么又用这个卡车 去载这个石头 来堵住嘛 那每一年都用这样搞 那后来就说 没有这回事 但是问题是 网路上都在传这个 真的是有 为什么 因为蜜罗市这个地方来说 也是因为突然下暴雨之后 上游的水一路往下冲 往下冲之后 整个蜜罗市 你看 他们有些地方 这个比较乡村的地方 就放着让他这个水淹过去 但是比较城市的地方 他们就开始进行这个 挖出去 你看这本很克难 他是在那什么地方 他到山上去挖石头 然后挖石头之后 就叫做车载下去 他说 你们都没有准备 就这样临时急救张 那因为临时急救张 这个没办法 中国今年的暴雨 或者说干旱洪水 实在太多了 所以让很多民众说什么 我们今年好不容易 原本是说 这个状况也好一点 就没想到遇到失业 然后又遇到天灾人祸 真的对中国民众来说 今年好像不是一个好的一年 而且可怕是 之前不是讲 中国现在是南捞北汉 南捞北汉本来就是 这华南捞 现在干嘛 已经进到华中去了 没错 我们要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华中这个地方在下暴雨中 你看 整个目前为止 都是非常惨的画面 这原本的桥下的这个车 因为上面的另外一座桥 已经淹水 淹水之后 你看水往下灌 下面的水 下面的车 几乎完全的 可能被淹到水里面的 这个情形 然后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种 到处都是水 水淹到这个 你看很夸张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很多人 就完全被泡在水里 然后要有人去救 他的这个状况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是一旦下雨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一旦干旱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没有水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现在整个极端气候 让中国所有民众 可能很多民众都陷在 这种所谓 极端气候的灾难之下 好 雨薛 当然现在 大家全世界也关注 那个贝罗飓风 现在侵袭到了加勒比亥 昨天我们看到 很多屋顶都被掀开 大家看看 今天空拍机出来了 空拍机出来以后 真的这个地方 已经被 你看到没有 已经真的被 移为平地了 对 老哥 我们要先从那个卫星相 来看 你就知道为什么 这个贝罗飓风 这样五级飓风 它的毁灭性 会如此的可怕 因为他们从这种太空中 用国际太空战 直接去拍到了 这个贝罗他台风的情景 其实我没想到发现 它的云层之后结构之扎 是他们讲 这根本就是教科书等级 从来没有看过 这种云层结构 如此之饱满的 我们讲 飓风竟然出现在 这个地表之上 所以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为了 它还会直直往亚买加前进 而在它行进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讲的卡里亚库岛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空拍画面 原本昨天看到是什么 整个屋顶啊 电线啊 被掀飞 后来发现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 原本这些地方不是绿绿的 也不是都是平地 是一个完整的小镇 结果这个完整的小镇 被这个我们讲扎实的 所谓的眼墙也好 所谓的风也好 碾过去之后 完全体无完肤 消失殆尽 所以全部都变成 蛮部疮痍的一片嘛 感觉上它是被龙卷风 袭击过的 对 而且还是一个 超巨型的龙卷风 换言之 它有飓风的规格 飓风的范围 但是它的破坏力去 远远不雅于 所谓的龙卷风 甚至就连台湾的友邦 有一个友邦叫做 圣文森 购应该很熟悉 就一样 它也是在加勒比海 一带的附近 结果他们整个空拍图 这样直接拍下来 原本有屋顶的地方 屋顶通通不见了 只剩灰色的这种树地一片 甚至连山顶的 都变得有点光秃秃的 然后整个地面 全部被很少殆尽 而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当他们清醒完 加勒比海之后 现在更进一步 我们这个被 譬如鸡屋风 往哪里前进了 往委内瑞拉前进 所以现在各位 在当我们录影这个当下 事实上委内瑞拉 也遵受到所谓的 洪水猛兽的清醒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现在委内瑞拉 整个街道 全部都成为 这种滚滚的洪流 而且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这是街道 街道哦 而且你看这个洪流的速度 有多湍急 代表它叫做 风墙宇宙 甚至有个民众 有个老人家 他还不孝心跌下去了 但跌下去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其他民众想要赶紧把他救出来 结果各位你看到这个画面 整个人全身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不像是泡水 他反而像是泡什么 泥巴浴 他整个一起来之后 全身都变成泥流了 代表这个土石所松脱的速度 土石流射速度 非常非常快 而且又连路上 我们讲远瑞拉 很多这种截区蜿蜒的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是土石流 他这么巨大的石头 从天而降 保德哥那一块石头 搞不好都比我整个人加起来 还要来大 那么看前面两颗巨石 所以这代表是什么 代表他的对流之旺盛 雨量之强 可能后方的饱满 直接把前方根本还没有 被雨水所渗透的巨石 土石流 它是呈现一块一块的矿状 那就代表他山整个都崩掉了 对 它是整个全面性的崩坏 换言之 水的重量太重 把山给直接压垮了 而且你仔细看看 它这个是灾后 瞒目窗影的画面 整个好几台汽车全部跟跌罗一汉 大家都跌在一起 而且更夸张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其实他们的副总统有出来看灾 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呢 跑出来看家走到一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连进来连他都被砸到了 他被树木给砸到了 对因为整个强风过后 整个树木变得是摇摇欲坠 整个很容易的随便的风吹草动 就会倒下来 结果没有想到 跟社区在办这种协调工作的时候 突如其来 有没有还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 碰一颗整个大树下来 结果连这个副总统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被砸到 手腕跟脚腕真的都受伤了 不是说虚惊一场喔 他真的被树砸到真的受伤了喔 而且甚至是现在到了多米尼加 一样在这个临近沿岸的地方 保里克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三公尺五公尺三层楼高的 滔天巨浪 你知道哪来的巨浪吗 就是因为他整个海水被这个贝罗巨风 用得太汹涌了 所以当他到岸上的时候 整个沿起来的那个整个海浪的高度 你不讲你还以为这个有如所谓小海啸啸 如果我开车过去我马上油门踩到底 我吓都吓死了 我也吓死了 等一下直接把我给吞下去怎么办 那你看顿多米家的还这个 慢吊丝里慢慢开 心脏也剩大个 那比我们的风狗浪还可怕 当然了 风狗浪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突然间就把你人给绝下去 但你以为这样吗 没有真的海水倒灌 你看喔 这是他们村庄 人赶快跑 因为整个海水都已经涌进到他们的村庄里面 甚至是连他现在外围的一些风势 外围的一些雨势 也让波多尼克的首都胜弯 饱受风雨的清洗跟枯老 所以现在对于雅买家人来讲 看到前面这些灾情 心有七七焉 根本就吓坏了 赶紧做什么动作你知道吗 开始在盯木板 甚至他们整个全程都发布警戒命令 类似这种戒言 就是说大家可能到时候就不要随意外出 都要躲在家里面 而且把家里面的房台准备好 因为警戒而来 这个贝罗聚风 它将要清洗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在雅买家 而且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是NOVA拍的这个东西 我们昨天也讲了 NOVA还拍的这个所谓的飞行器 也就是这个侵航机 进到了眼墙里面 发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云墙 那个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云墙 就刚刚讲你已经清洗到陆地 你并没有被破坏 而且它还是非常的强 这个墙刚刚讲已经夺走了五条的性命 而夺走五条性命是因为 现在的通讯已经混乱掉了 你目前知道是五条 但现在还在往前推进 最可怕的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高雄陆云的这个眼墙 你不要以为它只是很壮观 你要想想看 因为它的结构很扎实 因为它带在当中带有雷雨包 而且它是非常的密布 所以比起一般的台风 比如说像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的时候 它的结构是会遭到彻底的破坏 可是当今天这个眼墙 扫过这些建筑物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那个的威力跟破坏度 根本不雅于熔捲风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伟雷雷雷雷雷雷 我们讲的加勒比亚区域 甚至我们讲的多米尼加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 它根本没减弱 它始终当它稍微破坏 消耗它的能量之后 马上从海水 有如源源不绝的ATN样 把自己的能量再补充 所以现在这个事 还在持续长大 还在持续变胖的五级飓风 就要直扑 我们讲的亚乃加 甚至是墨西哥而来 好 敬礼 另外就是 但是现在在进行的 环太平洋军业很清楚 这个环太平洋军业 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 之前他们也讲 因为中国对我们的威胁是大 可是他们讲 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演练 我觉得跟台湾非常关心 之前他的印太司令 前后两人都说 我要进入一个地域景象 这个地域景象 我就是透过无人机 无人艇 还有无人潜舰 我三方面对中国进行包围 结果这一次 导播我们看画面 他真的大规模的 使用无人机了 没错 我们先讲环太平洋军演 本来对台湾就有一些意义 你现在看到是环太平洋军演 他们的这个过程跟画面 包括有这个两栖登陆作战 抢摊 他们现在在这个 夏威夷的贝罗斯海滩 他们去做一个产刊 美国带着日本的自卫队 还有包括秘鲁的 这个军队的这个人员 都去做现场的产刊 你没有听错 包括南美洲的国家 还有澳洲 还有在这个亚太地区 日本 韩国 只要是太平洋周遭的一些国家 都会跟着美国去参与 那当然你刚刚讲到这个无人机 就像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航空母舰上的这个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呢 有大概分成这个V2.6型 还有XP4型的 那一般他们都是作为 航空母舰 跟他们比如说神盾舰 其他的船舰 还有像日本智慧队 他一定有这个海上智慧队 其他的船舰 有些可能是后勤补给 有些可能飞弹护卫 或是巡洋舰 驱逐舰 那他就做一些 这个零件的备份 由这些无人机来做一个传递的讯息 以往他必须做靠岗 现在不用了 现在直接你看无人机的机群 你看如果他的零件 都可以做到无人机 做一个传递维修的工作 以前我要调一个 你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你要调一个这个零件 你要打电话去 去武器厂 对 你还要送回厂对不对 对 保修厂 你现在就想象 厂就在你旁边 你打个电话 他没有几分钟就送过来 而且唐先生还展示就是说 我可以进行3D列印 对 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备品 我马上列印给你 刚刚讲无人机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传递 营件或是送东西 这样的一个只是运输的功能的话 那如果他作战的话 那是不是也可以 那刚刚保俊哥 你讲到3D列印 以前我们都想到说 3D列印只能印出一些塑胶 或橡胶的这个东西 没有想到这一次环太平 美军也特别把这个3D列印 最新的一个技术 在各国的这个部队面前 秀给大家看 而这些3D列印呢 他竟然可以把这些 印出他的316不锈钢 6061铝 还有这个青铜跟铜 这些金属的材质 就好像你想象 我可以用不锈钢 我可以用青铜 对 船舰上的那个管线 还有他的一些 金属的材质包覆 以前呢 他必须要可能 如果在演习或军方 在进行某种科目的 这样一个演练的时候 可能会告诉你要1200天 最长200天跑不掉 那现在只要多少时间 两天 就跟我刚刚强调一样 他不需要再回到港口 他可能在已经这个 开出海了 去做一个演讯 你要让他拉回来到码头 不需要 他直接3D列印出来 而且可以把这些 金属材质的东西 列印给大家看 然后像这个是 他船舰上面的 有一个天线顶的保护罩 那交货时间 就是要208天 结果他现在5分钟就好了 5分钟 208天变5分钟 你就想象一下 如果假设现在打仗的时候 他是可能被飞弹击中了 或怎么样 可能有战损 他现在透过这些3D列印 在船舰上的这些设备 5分钟他就可以列印出来 他就可以装设回去 他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维修 所以美军特别 把他的3D列印中心的 相关后勤补警的设备 做一个开箱 各国看的这个大开眼界 现在打仗可以这样子 可以把3D列印 用一些钢制的材料 清直的这个钢制材料 都可以把它做印出来 那这现在对于战争来说 是不是后勤补给 有效快速的多了 所以提问 刚刚讲这次环太平均军演 真的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 第一个刚刚讲 除了我完全是针对中国而来之外 第二个就是 他今天有很多的东南亚国家 刚刚讲很多东南亚国家 也都参与了 代表打仗的时候 他也可能是美国的盟军吗 对 这29个国家大家值得注意 因为他并不是说 我们讲说什么亚太版的北约 但是问题是说 这些国家愿意在这个时间点 跟美国站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这次的军演当中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 当然除了上一次我们讲说 要炸掉那个四万吨的 这个两栖作战舰之外 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在展现一个东西给你看 就是后勤补给的方面来讲的话 他不需要大老远 从美国或从任何地方 把它调度过来 他在现场 就可以把这些相关领组件 就给你完成了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靠着什么东西 就是现在也在讲半导体 AI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一场 从俄乌战争开始 得到的一些教训 转移到亚太地区 印太环太平亚地区 来进行操演 而且这些国家 他们可不可以同时间 获得美国这种技术 因为我要讲的是说 东南亚国家 这些国家 他们本身来讲 很多在军事方面 是比较落后一点的 但是如果说 因为参加这个环太平亚之后 美国他可以协助 这些东南亚国家 他其实说真的 就变成美国的一个 重要兵工厂所在地 或者是美国重要的一个门帮 那未来来讲的话 没有选边站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跟美国 站在一起了 这就是其实中国 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自从中国在2018年 被踢出去之后 他踢出环太平洋 踢出环太平洋 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能够留在跟美国 进行环太平洋军演的 其实基本上 都可以说是 站在中国对立面 我们现在看的画面是 比亚迪号称现在是全世界 卖的最好的一个电动车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有 自驾车的功能 结果现在画面 他在开着开着 旁边的销售人讲 没问题 你把手放开 手放开 手放开 就撞上去了 没有错 你看到了这个比亚迪 是最近这个大陆的 这个民众 因为他实在气不过 你看他在试驾的过程当中 旁边的销售人说 你把手放开 他有点紧张 他说真的要放开 就放开 他说这个不要动 就不要去动他方向 他说前面有白车 要撞上了 你赶快踩刹车 来不及碰一下 真的撞上了 真的撞上了 他不是有自驾吗 所以对 你的质疑跟 而且销售人还跟你讲 他本来想要手 要握方向 还说你不要摸 他还有点紧张 你要相信比亚迪 他手还站 他还指着前面有白车 他说会撞上去 他说没关系 你不要动他 他说还不动啊 不动就撞上 他说你就不要动 他说要撞上了 然后销售人跟他说 你踩刹车 踩也来不及了 踩 你这个时候 就已经撞到你家屁股了 真的撞过去了 他跟他讲说 这有智慧驾驶功能 他会自动判别 智慧的这个识别 那多久啊 对 这个赔钱四小 这丢脸丢大了 你简直在秀你的下线 这台车 你不是号称智慧驾驶 跟自动的这个功能 你叫车主把手放开 结果是造成了 这个车祸事故 而且这还是想要买 比亚迪的这个车主 所以他后来气不过 他把这一段影片 放到了这个网路上 当下他还听得到说 那个这个销售人员 一直跟他讲 你把手放开不要动 后来最后车 撞撞了前车了之后呢 那个想要买车的车主 就问这个销售人员说 你不是说这个没事吗 你不是说他会自动判别吗 结果这个销售人员说 我以为他会自动刹车 我以为他会刹停的 你以为你们两个人 拿自己的命去赌 那个比亚迪的性能啊 也难怪这个事情 再度出包之后 也证实了说 最近比亚迪 一连串一直出状况 也让所有的这个民众 在中国大陆网路上 都炸锅了说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人命开玩笑啊 好的刚刚讲的 现在比亚迪这样的 他这样照讲 你的销售额是增加的哦 可是你的销售额增加 你的出口却是减少 代表什么 你现在比亚迪 只能在中国销售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是 本来你是世界的工厂 你生产的东西 你可以向世界去销售 就现在世界都给你 足起高墙 你现在东西卖不出去 东西卖不出去 中国就出现一个 非常恐怖的内卷 这恐怖的内卷 代表什么 现在自己杀自己 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工作 很多人就失业 所以我刚刚讲 现在中国人不改消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比亚迪的状况 就印证到说 中国现在的新能源车 你是不是这个产能过剩 之前中国大陆的 这个两个汽车的 这个蔚来汽车 跟他们的这个比亚迪汽车 两个老板在 彼此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 消价竞争有什么好处 那其中一个老板 就是消价竞争 你就会造成这个 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混乱 而且是偷空减料 那另外一个说 不会啊 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 其实我没有想到 后来发现多很多电动车 还有一些车辆 他的这个屁股啊 这个他的这个板筋啊 被那个三轮电动车 一刮一下 整个就拉起来了 还有发现那个下梁 上面他的这个保险桿 竟然有木头 他说难怪 消价竞争会那么便宜 木头 你用木头装在那个保险桿 里面他怎么撞就坏了嘛 所以出现了这些后遗证 你能说 他是不是已经走到 穷途末路了呢